大家好,这里是俗说宇宙,我是英文 上期我们介绍了太阳系中天体最密集的区域,小行星带 其实在海王星轨道外侧,也有一片天体较为密集的区域 这就是冥王星所在的科伊伯带 科伊伯带和小行星带类似,也是圆盘状的 但是范围要大得多 它距离太阳有40到50个天文单位 宽度是小行星带的20倍,重量更是后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不像小行星带中的小行星,大多数是由岩石和金属构成 科伊伯带中的天体很大程度上是由水冰、氨和甲烷 这些构成的挥发性物质 太阳系统大部分的短周期彗星就是来源于这里 比如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 很多彗星它的寿命是有限的 因为构成彗星的一般都是一挥发的冰状天体 当它足够靠近太阳的时候 太阳的热量就会让它的外壳逐渐升华 所以它围绕着太阳,每转一圈就会瘦一点 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如果这样的话,那太阳系里的彗星岂不再慢慢变少 甚至到最后干脆就没有彗星了 但是这个又与实际观测不符 所以人们认为太阳系内应该存在某种针对彗星的补充机制 也就是有个彗星的仓库 或者有个能够产生新的彗星的地方 这个假想的地方就是奥尔特云 具体这个一会儿再说 科伊伯带除了我们熟悉的矮行星、冥王星 以及其他几个类名天体外 其余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天体 甚至是比小行星还要小的微行星 那科伊伯带就是太阳系的边界了吗 早些时候人们确实以为这里空无一物 应该就是太阳系的尽头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这里其实距离到达太阳系边界还早得很呢 不过关于太阳系边界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要看你怎么去界定它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在2013年的时候 有很多新闻报道了 旅行者一号已经飞出了太阳系 它确实是目前人类飞得最远的探测器 不过如果准确来说的话 它飞出的其实是日球层 什么是日球层呢 日球层也叫做日球层顶 它是太阳风能够影响到的最远的地方 也就是太阳辐射出的粒子 能够达到的最远的距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的话 这里确实也是一种太阳系的边界 有人可能会问 粒子在真空中不是应该一直往前运动吗 怎么会突然就到这儿停止了 其实它不是停止了 而是被阻挡住 没法继续前进了 那被什么东西阻挡了呢 这个东西叫做星际风 平时我们提到太阳风 一般都会说它属于高能粒子流 会对生命有危害 但与此同时 它其实也在保护着我们 免受星际物质的危害 因为在宇宙中各种巨大的恒星 或者是超新星爆发 都会产生强大的星际风 而太阳风则会对抗来自银河系的星际风 也就是说太阳风对我们来说 它既是毛也是钝 回到刚才说的日球层 那这个日球层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位置大概就在 距离太阳100个AO的地方 也就是太阳到地球距离的100倍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 日球层它并不是一个规则的球形 它在各个方向上并不均匀 而且在星际风的吹动下 它的形态也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并没有具体的准确界限 这点之后的旅行者二号可以证明 当它飞出日球层后 发现和旅行者一号测量的日球层距离 确实有偏差 所以简单点想象的话 这个位置大概就在 比冥王星远日点再远一倍 大概这个位置上 不管怎么说 人类的探测器确实已经飞出了日球层 完全脱离了太阳的保护 所以说它飞出太阳系这个说法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 因为如果我们讨论太阳的影响力 可以到达多远的地方 那除了太阳峰外 太阳的引力可以影响到它的距离会更远 现在我们知道 有些彗星的轨道周期可以长达几千年 最长的甚至可以长达数百万年 这类彗星被叫做长周期彗星 比如1997年出现的 著名的海尔波普彗星 当时它飞过地球的时候非常非常亮 它的回归周期长达2000多年 下次想再在地球上看到它 则要等到四三八五年了 这颗海尔波普彗星它的远日点 可以达到360个天文单位 远超过日球层 即使在这么远的位置 它还是能够被太阳的引力给拽回来 所以说太阳能够影响的范围 远不止日球层这一点 那太阳究竟能够把多远的天体给拽回来呢 这就要说到另外一个著名的概念 奥尔特云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概念呢 因为我们至今也没有直接观测到 这里的任何一个天体 完全是基于彗星的一些分析推测 而做的假想 作为一种假说 它最早在1932年就被提出了 现在普遍认为 奥尔特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球 把整个太阳系包裹着 这个球有多大呢 它的距离大概从2000个AO 一直到10万个AO 没错 10万个天文单位 也就是将近两光年的距离 这几乎相当于到距离太阳系 最近的恒星比临星的一半的距离 当然这个数字也是个粗略值 在不同文献中可能不大一样 如果要把这里看作太阳系边界的话 旅行者1号想飞出太阳系 至少还需要3万年 在奥尔特云这个范围 因为平方反比定律 太阳的引力已经极其微弱 这里原本稳定的天体 可能时不时的会受到临近的恒星 甚至银河系的引力影响 稍微有扰动就可能导致这个天体 离开原来它那个比较稳定的轨道 从而进入内太阳系 这就导致它可能变成一颗 具有非常扁的椭圆轨道的彗星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新彗星的来源 太阳系中的长周期彗星 基本都是来自这个奥尔特云 不过准确来说 主要来自内层的谢尔斯云 这里受到太阳的引力 要比外层强一些 所以不像外层像一个球状 谢尔斯云则能基本也保持一个圆盘状 关于奥尔特云的形成 目前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是 它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初的 圆形星盘的残余物质 这些物质先是在离太阳较近的地方凝聚 然后受到了木星和土星的引力影响 最终这些天体被甩出了内太阳系 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 这里的大部分天体 可能是当时的太阳和周围临近的恒星 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交换物质产生的 究竟哪种猜想正确呢 不知道 毕竟这都是几十亿年前的事了 人们对奥尔特云的了解 目前都是间接推测 毕竟还没有探测器到达过这里 刚才说的飞过日球层的旅行者一号 即使要抵达那层的谢尔斯云 至少还得300多年 而且就算到达了 到那个时候探测器也早就没电了 也探测不了什么东西 不过据说如果使用太阳帆来做推进的话 或许能够在30年内就能抵达奥尔特云 但是大型太阳帆的技术目前还不成熟 所以现在更多的还是出现在科幻作品里 好了说了这么多 主要还是想让大家了解下 太阳系的大小和边界问题 下次再和别人讨论起太阳系边界问题的时候 记得先问清楚 到底是从太阳风的角度 还是从引力的角度 好了我是林沃 俗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